網羅天下趣事 搜尋萬種風情 修結敏儀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早晨早晨,歡迎大家收聽 由傑哥和敏儀主持的精彩生活起跑線 傑哥早晨 敏儀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傑哥,我覺得現今社會 資訊很發達 對他又愛又恨 資訊不僅發達 並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越來越不會面對面 特別是小孩 所有人都是 我們同事經常在一起 經常有些聊天交流 但你和以前很多的朋友 現在更多的是社交媒體 比如說手機訊息 通過這些東西去交流 現在小孩更加進展到 兩個人在同一間房間都用手機交流 真的很恐怖 我看我女兒那些信息 真的多到你簡直不敢相信 原來他們根本就不說電話 比如說有些什麼 他們是一直訊息的 你知道一條訊息 可能訊息過 答你yes or no 已經是屬於一條 所以見到幾千條 很久以前 幾千條訊息 我真的嚇倒了 你看有些人的信息交流 有些影片播放出來 是 他信息交流的速度 其實我是很佩服 是 基本上和對話沒有什麼區別 他們打字很快的 你知道我們這些按的 他們看一下 為何你按得那麼慢 我已經覺得自己按得不慢 但比起他們 我真的很慢 你想像一下 你當年來美國 適合留學的時候 你和你的家人溝通 要怎樣溝通 寫信 寫信 講電話 但是講電話都貴 講電話就很少了 寫信 一般寫信 美國回到香港要多久 一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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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媽媽說聲 媽媽 我很想你 媽媽一個禮拜都聽到 打電話 但是當時 我剛剛來美國三十年前 很貴的電話費 但後來 我發現 有些比較便宜的電話卡 又或者打一串號碼 之後再打電話 就便宜很多 網絡電話 那時剛剛出來 你知不知以前 好像我比你要大很多年 我們那個年代 講起一個英文的宿舍 經常打個冷陣 為什麼 IDD 一講IDD 經常打個冷陣 為什麼 是一個天文數字的 一個代表 IDD是很貴的電話費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City之間的電話 可能是 一號碼一分鐘 IDD廣商十幾元一分鐘 很厲害 是十倍幾十倍的價錢 後來有電話卡 這件事我就覺得 真的好 但當然電話卡 有時要看你買什麼牌子 有些牌子 就收得比較差 那是關於網絡的事 所以現在講回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因為形式變了 所以很多時候會遇到一些 我們根本就以前 大家沒有想過會發生的事情 是的 譬如說網絡霸凌 這件事 其實我想現在網絡霸凌 可以說簡直是隨處都有的地方 即是哪裏都有的 網絡霸凌只不過是霸凌的一種形式 因為其實人與人之間 大家面對面聊天的時候 無論是面子 無論是你對對方反映的顧忌 等等這些 說話是留有餘地的 這是人的自然反應 但當我見不到你的時候 說起來就不留餘地 很多激烈的用語都會出現 我應該這樣問 如果不是網絡霸凌 如果我很簡單問 如果有一個人在學校下 在學校去欺負第二個小朋友 去欺負同學仔 那麼恥笑他 又可能用些很不應該用的詞語去欺負他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去想一下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正確行為 我想大部分人 可能絕大部分人都覺得是不對的 不可以在學校欺負其他小朋友 但是反過來 可能這個人說他不對他不對 但是如果在轉到網絡世界的時候 可能他自己這個大人 都會做同樣的事情 而他不覺得 那麼這件事就是 當你不是面對面的時候 當你不用顧及對方的反映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 用那些攻擊對方的詞語 就失控了 會不會分辨是非的感覺是差了呢? 應該這樣說 將人的劣根性徹底曝露出來 是的 即是可能有些事情 你以前都不覺得 原來自己是會霸凌人的 但是譬如你在網絡看到某些事情 那你就去說別人一份 哇這個人敢做呀 罵人呀 可能你已經霸凌一個人 這些是一個心理來的 中國的古話叫人貴神毒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人在獨自一個人相處的時候 更加要謹慎 是 因為在這個時候 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 在你不顧及周邊 會產生什麼反映情況下 你往往做事 會更有機會違反道德 其實現在網絡的環境就是這樣 就是造成一種心理 因為我對著電腦 是 我看到你的反映 只不過你在電腦上 或者我霸凌你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反應 你根本沒有反駁我 是 所以造成了這種心理 走向你一個負面 繼續在網絡上 用一些激烈的言辭去攻擊別人 你覺得你站在正義的一面 在批評別人 其實這種霸凌 往往會造成很嚴重的社會後果 其實我都上網查過一下 究竟什麼叫做網絡霸凌 定義是什麼 這件事都還有定義的 有定義 其實我想說的是 有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 原來自己是不經意地 走入了這個網絡霸凌的世界 所以我查了一下 其實真的有定義的 網絡霸凌的意思就是 透過文字、照片、影片 持續對其他人嘲笑、辱罵、騷擾 或者是威脅 造成對方心靈傷害的網絡不當行為 都叫做網絡霸凌 這件事是很清晰明顯的一個定義 但其實在這個定義之外 我覺得還有些事情 譬如說 你明知道他某些缺點 拿來笑他 你專門去拍射 其實我覺得 這也是一種很負面的行為 譬如說你覺得是一個笑話 但你在歧視他 而說這個笑話 其實都是霸凌 最近我們南加州 都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因為你知道現在剛剛在進行中期選舉的初選 兩黨就有很激烈的鬥爭 在南加州有兩個亞裔的候選人 都是少數族裔 不同政黨 都是選國會議員 其中一個是華裔的 在一個公開演講裡面 嘲笑另外一位亞裔 他說話有口音 其實這些就是 你不知不覺當中 你想攻擊對方 有什麼攻擊對方 政綱固然攻擊 但對方確實說話很有口音 有口音到 那個人出來競選的時候 蓬佩奧克的翻譯 他說完一番已經講英文 這個翻譯又要再用英文重複一次 擔心除了他的同一個族裔的人之外 大家聽不明白他的英文 所以那位華裔的候選人就說 他這種這樣的演講 即是需要翻譯的演講 其實對我們是有利的 所以就被人群起而批評 到現在這位華裔的候選人 依然不肯道業 所以這些就是不知不覺當中 其實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是霸凌了少數族裔 在美國第一代新移民的 某些 不能夠說的缺陷 他的個人的文化特點 其實都是的 譬如說有些很殘酷的批評 這些都是霸凌 你覺得我有言論自由 我可以去批評 或者是說別人有什麼不好 其實你這些殘酷的批評 其實也是霸凌的一個行為 我想這個關鍵是 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 我們的心態 就說我們的節目 其實很多聽眾 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大部分的聽眾 都會用一些鼓勵的留言 去鼓勵我們 但是都有些聽眾 是反對我們的一些觀點 這件事 完全我們覺得應該包容 但問題就是 你用客觀理性的方式 講 我覺得你的觀點不對 怎樣不對 我覺得這種是很正常的 但有些根本 用一些漫罵的語言 當然現在Youtube 基本上把這些所謂的漫罵 它會自動刪掉 但有些人用的詞語 不是一種理性 它完全是一種發洩 我覺得 我也看過其他節目的主持人 我覺得是被人霸力的 譬如說那個主持人的面容 稍微肥胖一點 他就用這件事去攻擊別人 或者 這些人身攻擊 我覺得是 是的 那這些就是Youtube 他的AI 他分辨不到的 譬如說他笑別人肥 笑別人膚色黑 這些 這些是很明顯的霸力 但是反過來 其實有時候 聽眾對我們的節目 不理解 或者對我們的節目 所表述的意思 沒有理解出來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說 你的水平這麼低 我覺得作為主持人 我們不應該這麼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能力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應該是包容 如果有包容 網絡就不會有霸凌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這種霸凌的現象 其實在很多很多網絡都存在 不止在網絡上存在 不止在我們身邊 其實最近香港有一個藝人 真的被人霸凌到 他也寫了四頁子 來抒發自己的情緒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你分享一下 這位藝人究竟他寫了些甚麼 好的 歡迎大家回來 《精彩的生活氣包》 你剛剛說 有個香港藝人被人霸凌 這個新聞 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哪位藝人如何被霸凌 這位藝人 他的名字叫姜麗文 其實可能大家對他的名字 就不太熟悉 因為其實這位藝人 很努力很努力 不靠他的爸爸 在娛樂圈努力了很多年 因為他爸爸應該是眾所周知 就是秦沛 秦沛就 傑哥 你對娛樂新聞 真是 他直接眼瞪瞪瞪 傑哥在我面前 你眼瞪瞪瞪瞪 我知道 但我就想 秦沛的女兒現在姓姜呢 秦沛的藝名 來的 你知道秦沛 他有個兄弟叫姜大衛 三兄弟 姜大衛 姜大衛 另外那個是二東昇 對 那你不如說 為何他們三個都不同姓 即是他爸爸就用偽名 女兒就沒有用偽名 姜大衛姓姜 姜大衛姓姜 是他的 是阿叔還是阿爸 阿叔 阿叔 所以姜麗文和姜大衛 大家姓姜 即是他真實的姓姓姓姜 姜 姜麗文 其實我也挺欣賞這個女生 因為他完全沒有靠過他爸爸的幫助 而且他很努力 最近我也見到有新聞說 他來到荷里活是拍戲的 雖然他很謙虛 就說是一個小角色 但是 見到他是很努力 那麼多年都是靠自己 而且他的EQ 和他反應很快 有很多例子 所以我也挺喜歡這個女生 好了 說回 他最近用了一些英文來留言 在IG留言 大概意思是說 他是被人霸凌 但是他有些回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意思大概就是這樣說 他說人 有時候真的很刻薄 對於任何認識他的人來說 電視上的他其實和真實的他其實是一樣的 他不喜歡表演或者裝胸作勢 甚至是完全不認識他 如果你不喜歡我的時候 這個我就是姜麗文 他自己這樣說 如果你不喜歡我 就轉台 我也很困惑 為什麼你要抱怨每一集 用時間在IG去找到我 只是為了批評和私信我 指責我的講話 站立的方式 我站也站得不對 我不得停止看自己的烹飪節目 因為當我看到自己的時候 我感到非常難過 當世界上有這麼多虛假和黑暗的時候 這麼多的糟糕 我只是向你展示我是誰 我明白藝人要承受仇恨 但是瘟疫、戰爭、飢荒、貧困 還有很多事情應該要去做 為什麼要專注在我身上 網絡欺凌 總是那麼傷人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很深深感受到他作為一個藝人 即是覺得 你故意去IG找我 批評我站的姿勢 我覺得有點過分 這件事我們有兩個層面看這個問題 第一 一個公眾人物 你必須承受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位姜小姐 她沒有認識到這件事 所以如果我認識她的話 我會給她建議 作為公眾人物 你預料出來走 總會有這些 作為公眾人物 總會有人用惡意去打壓你 為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原因 第一 有些人其實就是 他要宣洩他內心那種變態的 一種負面情緒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社會上 經常見到一些很變態的事情 如果你問一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會告訴你 其實這些人的內心 積存了太多已經被扭曲了的東西 所以他們要宣洩的話 他們會找一些 他們認為他做完之後不用負責任 就是欺負弱者 是這些人共同的特點 還有一個藝人 其實在這個層面上 他是一個弱者 第一 你永遠出來見人 你永遠出來要表演自己的各種不同的狀況 表演自己 所以他就很容易在你的表演當中 抓到那些攻擊你的東西 正如他所說的 你站也不對 錯也不對 反正你如何都不對 總之他就要 用一切的角度去證明你是錯的 你宣洩他的內心不滿 好了 這個時候姜小姐 你應該想一下 是不是你有問題呢 當然不是你有問題 是他有問題 你只不過作為一個正常的藝人 你更加你要看到有很多人欣賞你的表演 欣賞你的所作所為 你其實就忽略了這些人對你的正面評價 就好像我們的節目那樣 有些個別的人上來漫罵 他是為了漫罵而漫罵的 他是 我發覺他是每一期都要有不同的身份 走來漫罵的 當然我們現在的語語節目 我們一個都沒有 但我的國語節目 特別講到時政 特別我和一些其他媒體的合作 你可以看到一些人 他的職能就是上來漫罵 這些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一個是他心態扭曲 他喜歡找人罵下來宣示一下 他自己這個可能很受挫折的生活 另一種就是 他根本就是有經濟目的在這裏 他每天拿著這些所謂對你的漫罵 他會去領到一些獎金 所以當你明白了這些人 為何要霸凌你的時候 你為何要這麼在乎他 為何要寫四頁子去反駁他 大人都是感情的動物來的 有情緒的 我覺得像你所說 如果你是漫罵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理由的話 你會影響到我 我會覺得我會 他就是想影響你 作為藝人 我覺得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作為藝人 就要被人罵了嗎 我不覺得 不是 不是 不是作為藝人 就要被人罵 而是作為藝人 你就有機會去接觸到不同的人 我們是否有句話叫做一樣 不是有白羊的人 對 白羊的人當中就有一些變態的人 作為藝人 要給一個非公眾人物 你更有機會接觸到這些人 這是一個客觀現實 你必須認識你的客觀現實 好像我們做節目一樣 我們面向公眾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空懷包容不同的聽眾 是 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罵罵的那些都會來 那怎麼辦呢 是否誰來罵罵我 然後我就要在留言裡罵他呢 我絕不做這些事 是否誰罵罵我 我就會刪他留言呢 我跟很多聽眾說 很多人說 你不用刪 因為其實我發現 有人罵罵你或者說些什麼 是其他聽眾會幫你罵他 那這個就是公道自在人心 所以很多聽眾說 為什麼我留言沒有顯示的呢 你放心 一定不是我刪的 是 很多人在這個社交媒體留言 不知什麼原因 會顯示不到的 或者有些平台顯示到 有些平台顯示不到 這個我們都遇過這些問題的了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其實你會遇到這些不同的人 對你的不同的評價這個機會 是一定大於一個非公眾人物的 其實我想說 就是傑哥一直以來 都是很包容各位聽眾 大家可以公開討論 你的觀點和我的觀點 不一樣是可以的 因為大家都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觀點 你可以大家拿出你的觀點出來 大家討論 但是就不是慢罵 好了 我最近見到一個聽眾 挺好的 他之前在網上 可能慢罵過你 當然你講完那個案子之後 很多人回頭 就是像你說的 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最近我發現這個人 他在網上 賺你 突然間說 你這一集節目評論得很好 很公正 很客觀 這個我就覺得這個人 其實他真的有他的觀點 但是他真的拿出來跟你討論 這裏面其實是有秘密的 秘密在哪裏 我們有時遇到一些不同的意見 哪怕他的表述方式激烈了些 為什麼我要主張要包容他們呢 因為其實我現在發覺 在我們的平台上 很多的聽眾 是翻牆出來的 他本身生活在中國大陸 因為我是一個媒體人 我每天講新聞給大家聽 我一定要做一件事 所有媒體我都看 包括中國大陸媒體我都會看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會用自己的邏輯思維去分析 這些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我就發現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國大陸 如果你看不到外面的訊息的話 你是完全被媒體所引渡了去信一件事 是 所以我的平台上 我一講到俄乌戰爭 很多中國大陸翻牆的這些聽眾 覺得 怎麼會俄羅斯輸了呀 那只要你看回大陸 如何報導俄乌戰爭的呢 你就會知道了 最近有些變化 是 開始講烏克蘭 有一點點贏了 是 但是他以前講的就是 哇俄羅斯這個魚 抽風掃落 又一般打烏克蘭 所以他們看到這些訊息 由他翻牆看你說的東西 他就覺得 喂你殺了嗎 你為什麼你講這些東西呢 是 但是他翻牆很多 他慢慢接受到一些真實訊息 他才發覺 咦原來我看那些不是的 是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 那位聽眾朋友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其中一個聽眾朋友 也站出來講 他說我就是你們講的小粉紅 是 但是我翻牆出來之後 我看到了這個真實的世界的訊息 嗯 我對過去我所受到的誤導 我才開始有了解 是 這些其實 哪怕他有時的語言激烈一些 就說譬如說你亂講 你的水平為什麼這麼低 我覺得這些我們要包容他 嗯嗯 但是有些就說 你的樣子很醜啊 你生到就像什麼啊 這些就是為了 有些特殊的目的 是 來攻擊你 來刺激你 那這種情況下 你怎麼理解呢 我其實跟大家講一個道理 嗯 我經常拉我的狗走街 是 每走到那些住戶呢 有很多狗會好 開心地見到有狗仔走過 就是出來打招呼 嗯 也有很多狗很瘋狂地去吠 是 那難道你和牠一起吠 就是你要知道你和牠的區別在哪裏 這個就是你應對網絡霸凌的 應該有的態度 嗯 都對的 好啦 那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兒回來再談 好啊 歡迎大家回到精彩生活起跑線 結果剛剛講到這些網絡霸凌 其實我們的節目呢 我有時看到聽眾留言呢 我自己的心也有一點點說什麼的 嗯 很多呢 因為你知道你的頻道 在YouTube上 就是國語頻道來的嘛 很多國語節目的嘛 但是當每一次廣東話節目出來的時候呢 有些人是說 聽不明白啊 甚至有一個就說 聽不明白 我不follow了 不subscribe 不訂閱了 就是我覺得 哈 講真的 一個星期有五集 那現在因為你是 將一集節目是分成兩個topic 甚至乎是有十集的國語節目 廣東話先兩集 那你都包容不了 還有你可以不進去的嘛 就是跟著他就說 哦我聽不明白啊 我不訂閱了 就是我覺得 心很不開心 就是 那不用 其實總是有些人呢 他們對某些很細微的東西呢 太過有激烈的反應 其實 你沒有分清楚 其實我們的節目的名字是不同的嘛 是 比如說天高海富就是國語的 是說時政的 是 精彩身為起跑線和大家聊一些生活話題 然後我們GM看世界是粵語的一些分享的 一些時政 你如果是有心的話 你會和這個節目的不同的名字 你會分辨到它是什麼 是 那你進去這個精彩身為起跑線 或者是在GM看世界 哦 粵語的 那以後我不進去就是了 哦我聽不明白啊 聽不懂啊 就是我覺得是 無壞事 你可以不進去的嘛 我剛才說 就是對一些 漫漫我們可以忽略它 對一些激烈的反對意見呢 我們其實不妨包容 我和你舉個例子 我在電視台有個節目 有個人留言 是一種很激烈的就是你所說的網絡馬鈴 他怎麼說我呢 是 他說你說的做得錯的 他說你的樣子呢 生了成是野獸的 蛤不是嗎 是啊 那麼離譜 沒有我聽過很開心的 蛤不是嗎 哇 這個人生很離譜 如果我的樣子生了野獸 其實我覺得挺酷的 那我就回應他 我的樣子生了幾次野獸 我也覺得挺酷的 不過你的樣子生了幾次人 知道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啊 你不是人 你的樣子生了一次人 我的樣子生了一次野獸 但是我是人 其實有時候這些事情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要回擊它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回擊它 是 但是我更加主張的是忽略這些 這些事情 其實我不覺得要回擊的 說真的 網絡霸凌有很多時候 有些人呢 是不小心做了一些很傷害人的事情 我記得曾經有個個案子 但是我不記得那個詳細是什麼 就是說有很多明星 荷里活的明星 一起去攻擊某一個人 那後來發現原來整件事 不是他們之前所想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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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去刪圖 其實你都很難說 你說的是一個白人的高中生 在華盛頓紀念碑 舉行一個遊行 就是反墮胎的 為生命而遊走 你知道現在嚴禁墮胎和自由墮胎的爭議有多厲害 當時就有個印第安的遊長去挑釁他 和一班非洲的美國人挑釁他 這個小孩面大微笑對著他們 沒有做任何事情 站在原地面大微笑對著他們 然後媒體報導說 這個白人的傲慢 反過來說他挑釁那個印第安人 那幫荷里胡的影星 你知道個個都是以為自己是政治偉大正確的人 在網絡去批評這個十七歲的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甚至回到學校 被學校說要開除他 幸好正義公道自在人心 很多律師站出來幫他打官司去告這些媒體 後來發現原來他們只不過是 為一個反墮胎的活動去遊行 他們沒有做任何事情 他們被人挑釁的時候站在原地 面大微笑 是的 我們不可以相信網絡上面很多的所謂影片 現在說有圖有真相 其實真的沒有 現在科技太好了 譬如說P圖 P圖根本就不是真相 影片它可以展輯 展輯到你認為 以為這件事是這樣 其實是剛剛相反 最近我見中國大陸媒體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新聞核查 鳳凰電視有一個新聞核查 我都很驚訝 《新聞核查》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普京是不是一個這麼偉大的人 因為在中國大陸很多媒體當中 普京很偉大 多才多藝 有幾個很有經典意的影片 普京彈鋼琴 你知道其實在這個白人國家 歐洲國家 一個人會彈鋼琴 不是一個很稀奇的事情 普京會不會彈鋼琴 但問題是中國大陸媒體流傳的影片是什麼呢 普京彈我愛你中國 那是不是真的呢 其實如果你對音樂有少少認知 你看普京手上按鋼琴的鍵 和他的節奏你就知道 根本就不是我們中國 當然不是那麼多人會知道 鋼琴鍵裡面 他的手放在哪裡 大概發出什麼音調 所以證實這個是假的 第二個更搞笑 普京在俄羅斯上身赤裸 騎著一隻俄羅斯灰鴻奔跑 很威風 騎著一隻熊 當時這張照片我一看就知道 有人鋪出來 鴻是很難避這個純服的一個動物 並且一隻俄羅斯灰鴻 可不可以承受到普京的重量呢 牠跟馬不同 原來是馬來的 牠騎馬一張照片鋪上去 我都試過在Facebook 看到一張照片 很大隻狗 超級大隻 我都覺得很驚奇 我就分享出去 結果有朋友說 是假的 你也會想當嗎 我覺得很尷尬 自從那次之後 其實我真的要很小心 我另外又試過分享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一個女兵回到家裡 為兒子給他一個驚喜 我又覺得很感動 我又分享 別人告訴我這個是假的影片 不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所謂的有圖有真相 有片有真相 不是真的 所以要很小心 真的去處理 看過 真的就算了 我都不敢亂分享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看這些圖也好 影片也好 你要問一句 牠想說什麼 如果牠想說普通的所謂的人間溫馨故事 你或者可以相信牠 如果牠有政治目的 那你真的要小心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講這個網絡 令到我們的生活改變了 這個話題我以前講過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網絡80令到有些人覺得很受傷 譬如說 你講那個香港藝人 姜 姜麗文 姜麗文 那位姜小姐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件事 就是作為 可能我們有一天會成為公眾人物 可能有一天 我們因為在這個社交圈裡面 我們遇到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怎麼應對 其實以前有很多悲劇 比如說韓國藝人或者日本藝人 因為受到網絡霸凌 然後自殺 這個就是沒有調整好 今時今日你生活在網絡世界 你的心態應該怎麼看網絡聲音 其實這裡我也想插一句 就是說沒錯 有很多人 無論是這個明星 或者是一個普通人 因為網絡霸凌 令到他們自殺死亡 接著就發覺霸凌那些人 就趕快上去生了自己所說的話 其實我想說 當你生的時候你就知道 其實你是有份迫害死了這個人 那這個是我剛剛說的 人貴神毒 當你對著電腦在寫一些激烈的 攻擊人的東西的時候 因為你對著電腦 你沒有想過後果的嗎 沒有 你可能會迫死了這個人 好了 到那個人真的被你迫死了 你先來後悔 我覺得這個陰影可能會 他們不後悔 有些人會 我不覺得他們後悔 有些人會 他們是逃避責任 是嗎 這些人將來還會用這種方式 對待其他人 反過來如果你害死了一個人 我不覺得你的心裏面 是會覺得好過 是嗎 看看哪一個 有些人天生就沒有良心 或者這個 他後期的生活 扭曲到他沒有良心 他不會覺得有什麼懺悔 是嗎 所以其實我們說的就是 這些人 你是不能夠阻止他 在網絡中存在 而是你怎樣去面對他 是 不如我們一會兒回來再談 好 稍後見 歡迎大家回到精彩生活起跑線 歡迎大家回到精彩生活起跑線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網絡霸凌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去阻止 有一些人很變態地在網絡霸凌人 但是我們怎樣去面對呢 如果我們遇到的時候 其實現實失控當中 我們其實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清醒的 第一 網絡世界你作為公眾人物也好 哪怕你作為一個朋友圈裡面 比較多朋友的人也好 只要你走進了這個世界 你就有可能遇到網絡霸凌 大家一定要知道 網絡霸凌某些人 他就是那種在陰暗角落裡面 說話不負責任 他覺得心情很舒暢的人 因為他對著電腦 我就說這個心理上就是 當你面對面去批評人的時候 對方的反應會令你有所顧忌 我又知道有些父母 為了保護小朋友 希望他們不要接觸到這些網絡霸凌 是不讓小朋友碰任何社交媒體 你覺得怎樣 那當然不對 我們說回 你一定要知道這些人 他是因為他對著電腦 他不用顧及你的反應 所以他可以去到很盡 那你說 好像你說的 父母不讓小朋友去碰這個網絡 怕他們受到霸凌 這個是一個逃避 逃避解決不了問題的人 他長大了 他自己獨立了之後 因為他在小時候 沒有經過這方面的經歷 反而他就保護自己 或者是成就力更加差 是 這個反而是不好的 那網絡霸凌 我都說 當你面對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 這些這樣的網絡霸凌 他就唯一刺激你 為了得到他的 看到你的痛苦 他都得到如願 你為什麼要讓他達到目的呢 是 所以你一定要有心 一定要有胸懷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去面對這些事情 那人有情緒的嘛 那調節情緒 控制情緒 就是你的人生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要素 哇 真的要學習 這個EQ 所謂EQ要很高才行 其實你說的EQ 我們最關鍵的話題 不是你和我的EQ 我們已經是成年人 我們再要改變呢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這個 我們那個改變會可能不是很大 是 最受影響的是小孩 就是你剛才說的話題 當你知道這個網絡上面 有這麼多負面的東西 有這麼多因素 會引起你的小孩 一些受到刺激打擊的時候 你怎樣從小教那個小孩 要面對這些東西 我真是想知道 因為原來我最近才發現 我女兒呢 之前有打遊戲機的 原來她停了一排 那為什麼你不打啊 原來她就真的有這些霸凌 因為你知道現在打遊戲機 是一個teamwork來的 可能和一些不認識的人 一起去打的 可能我女兒就打得不太好 可能被人說 就是差或者什麼 所以她又不開心 所以有一段時間 她就沒有再打 我覺得都是這些 有些少少霸凌的行為在上面 我問你的問題 其實很多家長 我相信都會遇到一些這樣的事情 是 那個小孩回來 跟爸爸媽媽聊天的時候 他會說 哎呀我的同學 Peter仔 又肥又矮 看到她就整個肉酸鬼 家長往往聽到 小孩說起一個小朋友 她的負面的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 其實這個就是 你的小孩在內心培養著 培養著的魔鬼 這個魔鬼就是霸凌別人 當你看不起別人 當你鄙視別人的時候 你應該從什麼角度去看待 這個小孩對這件事呢 比如說這個小孩說 我很討厭那個人 為什麼呢 他吃大麻 你覺得對 你的看法對 我們不應該接觸這些東西 但是你應該怎樣去面對這個吃大麻的同學呢 你應不應該去攻擊他 你應不應該去用一些很惡劣的語言去說他 不應該 你守好你自己 你不要去碰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大麻合法化了嘛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用你的行為去糾正他 這個第一 第二 當你發覺有人 你的小孩身邊的人 是天生有一些缺陷的時候 而你的小孩用這些缺陷去嘲笑他的時候 你要阻止 你又沒有立刻阻止他 如果每一個人對自己的小孩教育都可以這樣的話 我相信以後網絡上會更加少一些霸凌 但是這些就是很細微的東西 在他成長過程當中 你沒有跟他說 你霸凌人是不對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可能有一個比他更加 比你的小孩更加喜歡霸凌別人的人 霸凌你的小孩 霸凌你的小孩 但是我也看到兩方面的東西 就是很多時候小朋友的性格是來自父母的 究竟父母平時有沒有覺得 可能不覺得 有沒有知道自己原來平日 就不停地批評人 嘲笑人 嘲笑人 嘩我的同事什麼什麼什麼 嘩那個人這樣 其實當你做了這些行為的時候 你的小孩就會見到 就作為一面鏡 我在Facebook看過一條片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這個學校叫了一個家長去 嘩你的女兒在學校欺負其他朋友 在那裡罵人 經常都罵人 在指責人 好了 原來回到家裡 這個媽媽對她的工人 就是這樣經常罵 罵那個工人 這樣做得不對 那樣做得不好 其實那個小朋友 就是看到媽媽 你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的時候 他就學了 就回到學校 做了媽媽的角色 就經常批評人 罵人 我們都不是聖人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作為成年人 我們總是一些 你不覺的負面的東西 是 比如說塞車的時候發脾氣 比如說 在公眾場所 你被人阻礙了 那你就 真的討厭這個人 每一個都是犯人 我們很難免有這些情緒的 但只不過你要認識到 這種東西會影響到 延傳身教影響到你的小孩 肯定 而你的小孩慢慢覺得 這種是對的時候 在社會上就會形成一個 喜歡霸凌人的群體 喜歡去攻擊人的群體 是 於是就很多 叫什麼 蝴蝶效應 是 很細微的事情 將來慢慢變成了 可能是一個慘劇的 一個發生的原因 其實父母 就是可能 他自己不是想特別霸凌人的 但是他不知道 原來他的行為 會是 令到小朋友會學了 而變成一個霸凌的行為 沒錯 所以現在講到這個網絡霸凌 其實你剛剛分享到那位姜小姐的 他的感受 我們可以看到 在網絡世界 你可不可以避免 有人在網上攻擊你 避免不了 一定避免不了 是 那你怎樣去面對 不上網 不看這些東西 什麼斬腳趾避沙塑 是吧 這個逃避是逃避不了的 包括小孩子都是 你不能夠說 包括你剛才說 你女兒去打遊戲機 可能會說 你這麼糟糕的 那你就不要跟她玩 不代表你不玩 是 你可以去結識新的朋友 我這個程度不到 我就找低些程度的人一起玩 是 我的能力 在打遊戲機這件事上的能力就是這樣 你要明白 打遊戲機你的能力不如她 但可能你的工作能力 你的創造財富的能力 是 你的創造性會比那個人很多 巴凌人的人 往往都有一個特點 其實他自己並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往往是這樣的 是不是自卑心很重的 這些人通常 他是很多事情他都不行 其實他的內心是很自卑的 是 那一旦他發現一件事 你是不如他的 是 他一定要將這件事無限放大 怎樣放大呢 就不斷地說你 你怎樣蠢 你怎樣蠢 我怎樣好怎樣好 是 找回個心理補償 所以其實如果你因為這樣 你覺得你不如他的話 你是不是很傻 我覺得是的 不過是開玩笑的 我以前有個同事好笑 有一次他講了個謊 騙到我 他就很開心 真的很多年之後 他還在說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在他的眼中 他覺得我很厲害 很多事情他不如我 很多事情你真的是厲害 但是我那件事騙到你 從此這件事 他講了幾十年 這些事都是一種 人的心態扭曲的表現 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都很難遍遇到這些事 但是你一定要清醒 你打遊戲機比我厲害 代不代表你的人生成功 過我呢 你想清楚這個問題 你就無需為他的 對你的攻擊而感到傷心 總之大家 第一你自己不要霸靈人 第二真的遇到的時候 應該用很高的EQ去調整你的心態 這樣才會得開心的 沒錯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